六年来 来看到中国经济的元气有多伤啊 六年前你说我华为 现在呢 现在不是有电动车吗 这不是习近平口中 中国国运转股就靠电动车吗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中国电动车它凭什么可以低价请销全球攻略 原来它便宜的关键找到了 一个马达 一个是电池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谁要对那下重手 欧盟 美国 英国 我们回头来看 人家都已经把你杀到血流成河 杀到你家里头了 欧盟到现在 要不要祭出将近50%的重关税 还搞不定 还在意见分歧 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吗 而且欧盟对于对这个所谓的中国电动车 要征收特别关税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欧盟体系里面的很多国家 到目前为止举棋不定 你知道欧盟之前先办了一个先期投票 结果有国家表示说我们还要在观望 甚至有人直接表达说 我反对啊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政治现实 我觉得是欧盟这些国家里面 他们很考虑的 因为他们担心说 如果我今天真的去征收所谓特别关税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发北京的反制措施 那对他们自己国家来讲 可能也会遇到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可是你刚刚提到说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说实话你制作也要成本 你凭什么可以无限制的 消价的这个竞争呢 那当然我知道 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是可以cost down的 可是光靠人力 它就可以全球攻略吗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的一个要国家力量的介入 因为在电动车里面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叫做稀土 那过去大家觉得稀土这个东西价格很贵啊 稀土是用在电动车的哪里啊 我告诉你 它其实用在引擎这个地方 都需要用到你知道吗 结果呢 现在就发现到中国大陆 因为官方介入之后就刻意去压低所谓的稀土的这个价格 你知道2024年啊 首批的这个配合已经显示到说 中国工业公司将生产13.5万吨的这个稀土 而且呢 比起2023年的时候可佩比的 增加了13% 也就是呢 我增加大量的这个配合之后 那帮助你去做这个电动车啊 那帮助做电动车之后 我就可以去开拓这个所谓的国际市场 用这个方式呢 去降低它的成本 所以我们知道说 电动车的这个叫做扭力的输出 是靠马达 马达是用电磁来感应来传动 而电磁的磁铁就要用到稀土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在泳池马达里面 稀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而且你电动车做出来的时候 它使用的稀土的比例非常高 比如说呢 你看哦 像丰田一台的这个Prius的这个车啊 它需要25公斤的稀土啊 这个25公斤的稀土跟传统车比起来是 它的需求高达25倍啊 那你现在看 我把这个东西大量开采 而且用价格压低的方式 当然有助于它在生产成本上面的降价啊 好 两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造车 最贵的元件 第一个我们讲马达 你说是它的脖子筋肉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心脏 电池啊 而且很多东西 现在都跟晶片是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就发现到说 像车用晶片来讲 老实讲 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机械零组件上面 你都有它需要的这个实际的规格 结果你知道吗 之前这个英飞林的这个车子啊 他们就发现到说 我如果用车规级的这个所谓晶片的话 我一片啊 大概有100块人民币左右 结果他们去拆了一下 这个中国做的这个电动车 你知道 就发现到说 我中国电动车 我怎么跟你比啊 因为呢 它里面用到很多的晶片 都不是用所谓的车规级的 是用工业级的东西啊 工业级更便宜吗 你说车规一片要100块 那工业级是便宜 更便宜了 它可能十几块 几十块 它就可以做得起啊 所以你如果大量的晶片 你想想看 像一台车里面要多少个晶片 那用这个方式 就去压低了这个价格 那这个价格一压低下来 老实讲 对有些人来讲 就说我车子反正都是在开嘛 我如果没有所谓的 品牌忠诚度的话 那我讲实话 我就买便宜的就好 这里面就影响到的是什么 当大家都买便宜车的时候 你高级车 你是不是也要想尽办法要卖呢 所以多杀多 最后就是杀到骨折 你看到了 德国的前三大双B1A 他们怎么样豪车也被你拖下水 跟着你去打那种销价战争呢 当然因为现在中国 大量去推这个所谓电动车的市场 那所以传统燃油车的部分 现在就面临到非常大的冲击 有一些车商就觉得说 我燃油车的部分 我想办法把它给卖掉 可是因为在低价晋升的状态之下 你看像这个所谓的宾室系列 居然有降价 达到售价只剩20万人民币左右 100万台币 甚至有些更低 像这个C系列 有个C200的这个系列 它居然减价超过13万 结果呢 我现在讲币只叫人民币 那减价13万人民币 将近台币五六十万的这种差价来讲 他们就发现到你实际上 在这个地方你要卖车 卖一辆这个C系列的 这个所谓的宾室 一台要赔30万 我自凯150万台币都还卖不动 这是宾室 现在市场上的面临现实 那其他的品牌呢 那你如果什么都要 这个降价 降到最后血本无归 也没有人要做这个事 所以你看像另外一个B&W 他们就决定说 我不要再跟你玩价格战 为什么 我今天量很多 我为了要卖 我就只能促销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就减低我的这个量 保住我的价格 你看2023年的时候 折扣率是17.6% 交付量的时候年增是4% 但是呢 虽然是这样 都是增加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获利却年减30% 所以他现在决定 在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的销量年减4%的状态是这样 那我有些东西 我也想办法 就我第一个 以这个所谓的量制这个价 第二个量制价之外 价还是要往下跌 所以你看他纯电的房车 i3 本来是158万台并 现在变到76万 甚至连X1这个车子 他有一款 其实也从142万 那个下沙到86万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你刚刚提到 这个所谓的2BEA 对不对 那奥迪呢 现在他们这个所谓的 这个旗舰车系 A6A 也推出什么 你知道 他说这样我们也降价 他居然卖42.76 从42.76万降价到31万有早 而且你知道 他们4S店居然统计出来说 上个月只卖出了130辆车 那这个130辆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有卖应该有赚对不对 他说不是 他说我亏损了170万人民币 等于是我每卖一辆车 我就赔钱1万多 回到这个主命题 川普如果强势重返白宫 真的会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风暴吗 你就来看 6年的美中科技战 也是川普扣下板机 这6年太伤了 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现场 这个现场在曾经生猛而富有 有钱到流油的深圳 你去看 现在他们的图书馆 挤满人 都是这一些假上班的避难族 而眼前这一切 却被中共三中全会视而不见 还在那边盛赞自己的经济 可圈可点 是活在平行时空吗 其实你刚刚讲到经济 像一些指标性的这个数字 通常都会由经济部门来宣布 结果最近突然大家发现到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也出来跟你讲经济 你知道 他说按照指数上面来看 上边的经济叫做可圈可点 那你讲这件事 他居然还说 我们对中国的经济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那当然你想想 外交部出来讲经济 那看起来是讲给外国听的 可是中国大陆的网友就讲说 对啦 可圈可点 但是入骨如渣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你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这个中国年轻人 他对未来其实感到非常悲观 所以他就提到说 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历史上的 这个所谓的垃圾时间 意思就是说什么 像我们看打球赛或干嘛 跟你讲说进入垃圾时间 就大家已经不在乎了 看人拖时间就拖时间 现在他们居然说 反正你都结局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不会再有更进步了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 看到有很多这种 讽刺的这种所谓影片 短影音 大量的在网络上面流传 其实都来自于 他们对未来的悲观 悲观的现场 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真的还蛮吓人的 我刚刚形容 在南方最重要的 制造心脏深墩 这么曾经生猛 这个这么曾经有钱的地方 图书馆满满的避难族 而且你看这个照片 满满满坐在那边 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好学 对不对 所以要不断地念书 而且图书馆应该都很多 年轻人学生去 对不对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他们也发现到 在平日的时候 深圳的图书馆 居然非常多了 而且在进去看 里面的族群的时候 有些根本不是年轻人 好像都是上班族在里面 而且还有年纪更大的 或者是家庭主妇 对 结果你知道 他们就去问 说为什么你们来图书馆 他们居然是什么 有很多人是根本没有工作 他们在图书馆里面干嘛 你知道他们跟家里面说 我要上班了 我要出去工作了 结果居然是在图书馆里面 所以就有一个说法 叫做图书馆现在变成 中国失业率的风向指标 那我们就再回来看 事实上当这个中国大陆人民 过得非常不好的时候 居然出现这个状况 因为现在大家不是讲说 中共的这个三中全会 不是在北京举行吗 那居然网路上流传这张照片 说之前像他们这个官方的媒体 已经做好了这个摆面 要干嘛你知道 新华社将要做一个特稿 把习近平定位叫做改革家 那你看这个标都已经 习近平要说什么话 这个框都已经留好了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这个稿子 最近被人家发现到 说在网路上完全都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被下架了 为什么呢 这个下架很奇怪 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到 他在这个地方 除了把这个习近平定位 叫做改革家之外 你看特稿里面居然是把习近平 跟改革开放总设计之邓小平 拿来一起比拟 还说什么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 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 非常政治正确 怎么了吗 政治正确这件事情 代表要有先期规划 不然你怎么给他灌这个抬头 而且这个要不要习大大同意 基本上一定这个文宣 官宣单位一定通通都要先合可过 所以你说这个是低级红高级黑吗 所以他们在中国大陆内地的 这个所谓的前媒体人也有讲说 这个非常反常 如果你已经策划非常主要的东西 结果没有想到突然整个稿子什么的 通通都被撤掉的时候 那是不是代表是 你现在也不敢这样讲 对啊 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好 既然日子过得不好 你如果看到还跟你讲说 习近平好棒 习大大很厉害 习大大可以帮你赚大钱 当然心里面会有不同的想法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花真相 五七暴新闻团队